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穿牛仔的服装太鲜嫩了,学养子这么搭配,简单的服装也很好看 有些人选择服装的时候看中的是服装的风格,有些人只是单纯的喜欢某一种颜色 不过牛仔的服装很独特,喜欢穿牛仔服装的人 大多都是因为牛仔的面料,质感和颜色都特别的有特色 牛仔面料的服装大家都很熟悉,几乎每个人的衣柜中都有几件牛仔裤或者是牛仔外套 独特设计的牛仔服装和独特设计的牛仔服装都有各自的魅力 穿牛仔的服装太鲜嫩了,学养子这么搭配,简单的服装也很好看 养子选择的牛仔面料的服装气质很独特,少女感很强,让他整个人都变得更美了 可惜的是妆容没选对,没能展示出最大的美 狭不掩鱼,养子穿的牛仔服装真的是特别的美 穿腻了牛仔裤的人可以多试一试其他款式的牛仔服装 穿牛仔的服装真显年轻,日常穿太好看,养子都穿上头了 他对牛仔裤这种简单的服装也很懂搭配 独特的牛仔连衣裙 牛仔的面料气质当然是很独特的,复古饭,酷炫饭还有淑女饭都能通过牛仔的面料搭配出来,质感可以高级也可以很清爽 当服装的款式是端装的裙子的时候,那么牛仔面料被放大的气场就是淑女感和复古饭 裙子的颜色选择也是很有复古韵味的浅蓝色,细看能看见一些很低调的做旧设计,复古的复古饭被放大了,质感也显得更高级 作为浅色,牛仔裙能呈现出来的效果当然也十分有少女感 气质有淑女感的牛仔裙,当然有很多独特还经典的文艺设计,好比服装的领子设计,就是花边的白色衬衫领 复古的蕾丝质感,能彰显出来的效果当然很可爱,少女感也比较的强 蕾丝那么多,哪怕是换成了米色,或者是更透的款式,都能保持温柔文艺的效果 不过换成了黑色之后,搭配牛仔一瞬间就变成了酷炫霸气风 肩膀的位置选择了比较小巧的泡泡秀设计,既让服装的气质更加的淑女,还不会因为牛仔的面料太厚实而显胖 牛仔面料的优点有很多,缺点也有,在选择裙子的款式的时候,记得要规避这些缺点上的设计 好比收腰的设计,如果不加上蓬蓬的裙子,那么穿出来的效果不一定会明显,不如直接搭配上一个腰带的效果好 裙子的版型没有选择很蓬松的款式,不仅仅是为了让气质保持淑女感的效果,也是为了降低牛仔面料的厚重感 使服装能穿搭出来的效果变得更加的清爽 裙子是淑女风的牛仔裙,自然是很适合搭配上偏休闲的鞋子和包包的,像是一些设计的太经典和特别的高贵的包包,就不太推荐大家选择了 好比运动鞋搭配上牛仔裙之后,气质明显要更加的甜美,同时还会让气场显得更有年轻感 换成长靴之后,气场变得酷炫一些,靴子能再长一点的话,则会呈现出相对妩媚成熟一点的效果 在搭配蓝色系的服装的时候,很多人都喜欢在配饰上选择一点蓝色的,这样更增加时尚感 只是在选择妆容的时候,还是不太推荐将眉毛化成蓝灰色的,彩色的妆容想要美美的还是挺难的 大部分的牛仔服装都是牛仔裤,不少人在穿十分暖和的黑色的服装的时候,都喜欢穿上牛仔裤,方便搭配出更加清爽的效果 其中深蓝色的牛仔能搭配出来的气质会更加的酷炫一点,还会让服装穿搭变得大方还高级 搭配上黑色的棉服之类稳重保守的服装之后,会更加的时髦 牛仔裙和牛仔套装都是很常见的穿一身牛仔服装的情况 牛仔的套装是牛仔裤和牛仔的外套搭配在一起的设计,既有特色还十分的高级 当你在搭配牛仔外套的时候,记得选择设计独特一点的牛仔裤,或者是用其他的颜色搭配在两件服装的中间 如果不去搭配牛仔的服装,牛仔裤也很适合搭配其他设计的蓝色服装,好比深蓝色的牛仔裤搭配上浅蓝色的上衣,气质又温柔又十分有格调 不过这种蓝色系套装的穿搭方式,更推荐搭配上其他颜色的外套,无论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,外套也选择了蓝色就会看着挺奇怪的 牛仔的服装特别有魅力,既能穿出复古饭还能展示出潮流,怪不得能流行这么久都不过时 02.肖战年前第二个代言江轩,即将加入品牌方的明星家族,阵容强大 近日,网传肖战会在年前官宣第二个代言,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,肖战官宣成为上汽奥迪品牌代言人,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,在年前肖战第二个代言将要宣布,依然是知名度很高的大品牌,而肖战也即将加入品牌方的明星家族,本身阵容就很强大,再加上肖战,不可估量 据悉,肖战年前会官宣第二个新代言,也就是百事可乐,甚至网上还爆料了肖战的宣传照,尽管不是全脸,但从轮廓来看就是肖战 实际上这个品牌大家都太熟悉了,在选择代言人这一块,品牌方非常大手笔,王源,王嘉尔,邓紫棋,李现等都是品牌代言人,如果肖战官宣了,这样的明星家族,可以说是阵容强大到可怕 当然,目前肖战年前第二个代言并没有官宣,肖战也没有回应,不管怎么说我们保持关注就好了 很客观来说,网上关于肖战新代言和新舞台的爆料,很多时候都得到了证实,比如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,代言方面就更多了,希望这一次不是假料 总之,只要得到了品牌方和肖战的官宣,我们大家就会理性支持,这一直都是我们大家的态度,支持肖战的作品舞台,支持肖战的代言 肖战已经有很多代言,不管是什么类型,也不管是什么价位,无一例外都得到了粉丝们的大力支持,这不用多说了 支持肖战,等一个官宣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,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,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,谢谢大家